換蜜三分鐘 看完再開工 今天由我Matthew講美少女戰士的玩具 今天介紹美少女戰士的第一個變身鏡盒 大家如果喜歡美少女戰士作品的朋友 就一定知道 這一個是美少女戰士 在第一集的時候 Lola已經交了給她的變身鏡盒 當然這個玩具 就是差不多很完整地把她在這一集出現的變身鏡盒還原 不過這個玩具有少少特別 我也拿了出來 這個變身鏡盒 跟之後美少女戰士的產品很不同 它沒有一些光影的地方 大家會看到一打開之後 它只有一個位置 是給其中一件件 就是指甲油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將它這樣合起來 大家會見到 這裡也有另外一個 不是原裝盒的 但都是同一件件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在鏡盒的裏面 它沒有鏡子 但它有一句美少女戰士變身 很經典的說話 也是第一句 說話才可以變身的 就叫做 Moon Brism Power Makeup 其實看網上一些資料的話 其實這句說話 應該大概 很多人都會想 為何不叫變身之類 但我猜 為女士來說 化妝都是一個變身的過程 所以這個玩具裡面 它是包含另外一支 都是給大家 當時玩的小朋友 通常都是女生 就可以用來油指甲 因為油指甲的鏡頭 畫面 其實是由第七集 未少女戰士變身的時候 就會有手指的一個大的鏡頭 特寫會見到 是你 是不是 在熱身的 風格 F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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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還有一些在變身鏡頭上會出現的耳環 原本月夜套沒有耳環的變身後突然有一雙耳環 另外還有一個戒指 這個在動畫中沒有出現 但整個整體的玩具大致上將《美少女戰士》 即是月夜套由中學生的身份變身做《美少女戰士》 整個還原的一個玩具 這個是《美少女戰士》第一個變身鏡盒 很有趣和很有九十年代玩具的感覺 我這集要介紹的玩具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記住訂閱TCM頻道 Like、Share 或留言 都可以多點去看這個短片 今天就到此為止 拜拜